前景 赵大人 本来都已经跪安了 可皇上多问了一句 老佛爷就让那吴州氏给留下了 他们在谈论些什么 我隐约听到好像在说变革什么的 多谢崔公公 除了求新求变之外 那你打理生意还有什么诀窍 还有的话 那就是放权 放权 你 你不怕家不成家了 家不是一人之家 是大家之家 在吴家 连丫鬟 小私 掌柜都持有股份 只要他们愿意 都可以为生意献严献策 而我身为家长 只要他们的话对大家有利 那我就采用 如果他们的话对大家不利 那我就当耳旁风了 你还把股份分给了馅儿呢 你不怕被负败家的罪名 众人持股 心往一处想 尽往一处使 事半功倍 千两银子之家 我就算全部拥有 也不过是千两银子 而现在众人持股 家也翻番 我就算只占股三成 那也是万两银子计算 何来败家一说 看来是尝到了甜头 所谓名为邦本 本顾邦宁 就是这个道理 你出去吧 你出去吧 谢太后 皇上 怎么谈了这么久 太后不停地问 那我只有不停地答了 聊得如何 开始挺好的 但后来好像太后不太高兴 就叫我出来了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就是一些持家的心得 但我一不小心 把以前变法的时候 传单上那些话说了一句出来 太后好像一下就不高兴了 哪一句 名为帮本 本故帮您